他找了国家安全部门,前国家安全部门,叫麦克兰,法兰,这个应该很出名的,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,如果,我们还是说英文啊,不看主观的,万一他这方面有的,他说,KT如果这被证明是一种生武器的话,我觉得这句话很关键啊,看他怎么问的,很关键啊。 如果发现这是中国军方有意和公然之举,他刚才回答的一个是什么,啊,这个,波博士,KT 你说这个KT说的是吧,KT说的那句我没听见,他说的很短的一个词,对对对,有点就回应的意思嘛,他说KT 他听不听,他就说这个well,他想回答,但他就停住了,但是他肯定是很着急的想说话,对,他说我们都知道生物战始终都是中共军方的政策之一啊,然后,你,哎,那个,波博士,你可以自己从头到尾听一下啊,好吧,自己,那么,如果这一切, 试实的话,我们应该如何应对,那我们看KT怎么回答,他说我对这两三年的长期计划不感兴趣,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个说法,啊,这主持人问的,我的意思是,这不再是某个可以迂回处理的问题了,不是迂回处理啊,这个用词怎么用,用的啊, 这个迂回处理的词,我们待会要回答来看,而是一个现在就必须解决问题,哎,这个,这里头啊,到底是现在时还是未来时啊,这个东西我们待会来听一下,如果中共国向全世界发动了他们的生物,生化, 他说,战争啊,这不仅仅是在美国,而是在全球发动了生化战,美国需要站出来反击中共国,不管是在经济政治,外交军事上,啊,必须得反击,包括在网络上和秘密行动的展开,秘密行动,我们要找到,与我们站在一起的盟友,我们要对中共国说,一切到此打住,哎,这一切到此打住,大家要听一下啊, 这有点逻辑不对啊,如果你们想进行冷战的话,我们将奉陪到底,我们不需要战争,但如果你们要逼我们的话,我们将与你们脱钩,让你们脱离美国的经济,主持人问他,如果我们现在不为这三万一千失去生命的美国人而战, 而且可以肯定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人的死亡啊,还有什么比三万一千人的生命更值得迎战的呢,我,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发送,那些打嘴炮的强硬,书信和言论,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采取,实际行动呢,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这样做,我们都知道那个病毒,那个病毒被放到世界各地之后, 他们还撒谎啊,就我而言,这已经是有故意和有意的进行了战争,进行战争,你怎么看,是这样的啊,这个KD回答,我不想和任何人打仗,但是,我认为经济战是打响这一战的第一枪,我们要马上立即开始脱钩, 明镜需要您现在来到几次 supaya我们的思考,我们要看它的谈性, 변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,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处理方面的支持,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率